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的雇佣其实都是表面坚强 他们不管受了多少伤 看起来都不需要别人安慰 只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自愈 独自扛起了所有的委屈 他们总是强迫自己学会伪装 将内心的脆弱用微笑隐藏 看似淡然百毒不清 其实早已遍体鳞伤 他们不爱在人前落泪 总是表现得无所畏惧 所以即使遇到了再大的困难 也总想着一个人去独自面对 但其实表面坚强的人 最需要人心疼 谁不希望委屈时 可以有人体贴的安慰 谁不渴望受伤时 可以有个依靠的肩膀 谁不希望痛苦时 可以有个温暖的怀抱 只因不想被人看穿内心的脆弱 所以只能选择表面坚强 只因没人能懂内心的敏感活动 不得已只能一个人硬扛 但是 表面坚强的你啊 请别让自己活得太累 也别把所有的委屈 都自己一个人背 委屈的时候 就找个地方放声大哭 难过的时候 就尽情和知心朋友倾诉 你要相信 这世上总会有一个人 他会心疼你的坚强和疲惫 也会在最关键的时刻 给你安慰 在他面前 你完全不用担心 暴露脆弱的一面 他呵护你的委屈 拥抱你的伤口 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委屈 他都懂 只要有他在 你就会明白 所有那些生活的不易 以后都不必 再一个人面对 我是依禅 每晚八点 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